失語症是大腦語言區受到損害之後 而產生的語言障礙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中風病患者 會幻想失語症 影響他們的說話表達 理解、書寫和閱讀的能力 失聚、傷、喳、喳 喳、喳 他正在做監獄 喳、喳、喳、喳 即是會嗎? 是的,好,剛才是否很難? 是嗎? 失語症的症狀差異都很大 首先要進行全面性的評估 評估患者的語言能力 認知、口腔動作和溝通能力等 再依照狀況來電腹建計劃 利用刺激、提示、模仿、重複練習等 誘發病患者的語言能力 有些病患者 譬如柏甘信病患者 或者中風病人 他們本身行動不便 容易跌倒、受傷 每一次治療都要花很長時間 和很困難才去到言語治療中心 令到他們不多願意 每星期都來參與治療 但事實上 密集和及早的言語治療 對於這些患者是很重要的 要他言語治療 可以幫他們在不用周居勞頓的情況之下 和言語治療師進行online therapy 對於改善他們的病情更加顯著 林先生,您叫什麼名字? 陳雲輝 那您有什麼名字? 重左上我 另外,現在透過手機X 還可以協助言語治療師 能跟患者在家裡練習時的情況 紀錄言語治療師的示範 和紀錄患者在家裡練習的進度 提供有關患者說話表現的生理評估 和讓患者即時收到最新的醫學資訊 與其說 言語治療師是一份工作 可以幫助語言、溝通上有困難的人 改善他們的生活,甚至改變他們的人生 這方面的意義就是最大